大家有曾經說 有 這也有很多 下去有 我那時候在英國的時候有一次 那時候碰到一個德國女生 然後其實那時候 其實那個機緣滿短的 因為我認識她的時候 她就已經要離開英國了 可是我就是反正我們就第一天 我認識她然後跟她聊天 我就有點一見中情的感覺 然後那時候她再兩天就要走 然後我就是這兩天 我拼命就是貼心攻擊什麼 就是反正就是要讓她感覺到 這個人其實還滿貼心這樣子 可是 吃一個晚餐 有一個開心的過程 沒有 我想要這樣回去還可以聯絡 這樣我可以去德國玩嘛 對不對 OK 對 然後反正後來就是 真心很重 因為後來好像就是沒有搭上線的原因 好像就是因為我太矮小 然後又太瘦 小智 我就是之前去澳門工作的時候 表演的時候 然後就是剛好有一個澳洲女生 對 然後沒有要追求 不是那時候女朋友嗎 沒有要追求 就是要認識 對啊 因為看電影 所以就想要約一個 孤單 寂寞 有點冷 所以就想要約一個 孤單 寂寞 有點冷 對啊 也會怎樣 理由這麼多 反正就是要約她 結果看電影 結果看電影 我發現她就是不會中文 因為很多港片 然後我就想約她去香港玩 結果我就真的約成功了 對 然後我就去 然後我想說搭船 結果搭船的時候就很尷尬 真的沒什麼話講 對 然後一下船的時候 她就跟我說拜拜 我說啊 她跟我說拜拜 她說她已經跟她朋友約好這樣子 對 然後只是她有跟我講 只是我聽不懂英文 然後就沒有 然後我就說好 那我也去找我朋友好了 然後我就自己去香港 兜了一圈她 陪她坐船 那這兩位不用講 小萱萱跟阿蓮一定都是被打架 小萱萱 就是我之前有在澳洲就是去交換 就是去 去上語言學校 去上語言學校 然後有認識一個韓國女生 然後我們兩個同班 然後很久 然後後來最後一天 我想說我們一起派對 然後直接告白 然後就可以說 我有異國戀 很猛 然後但是結果就是 結果就是我們兩個 結果最恐怖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跟她喝酒 因為韓國女生都超會喝酒 然後所以我們兩個喝一喝喝一喝 然後我就掛了 然後我就開始 然後我就開始講一些 跆拳道的事情 然後就 跆拳道 然後就因為這樣子 然後就沒有機會 不開心 對 就不開心 那我們這集的結論已經出來了 缺點都在這裡 對啊 拚酒拚不過人家 然後聊天上面可能也 不是聊到人家開心的話題 但是如果你以為 大家缺點只有這樣的話 那就錯了 因為我們還是這個 真理歸大了很多 所以大家可能覺得 追外國女生為什麼會失敗一些原因 所以大家來練習一下 而且不見得 說不定我們今天就 對不對 搞不好今天只是練習練習 就發生真正的練情了 對 太好了 太期待了 馬上歡迎 首先歡迎我們的一號 是我們來自俄羅斯的美女 Maria 歡迎她 歡迎Maria 師大氣管系的同學 Maria 我的天 Maria 很美麗 對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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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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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在台灣多久了 三年 三年 會講中文 三年 一點點會 OK 來,台灣覺得台灣的男生好嗎 台灣的男生非常好 我的天 對 為什麼有哪一些優點 對 他們很可愛 可愛 CUE 是來個HAPPY人的那種CUE嗎 HAPPY 是 HAPPY 不是HAPPY HAPPY HAPPY 就是OK啦 都好 喜歡就好 還有呢 什麼優點 你覺得台灣的男生 台灣的男生 他們有一點點害羞 太害羞了 太害羞了 對啊 你希望男生對你是可以 就是勇敢一點這樣子 不是 可是 大方一點 對,打方一點也比較好 可是 台灣人第一次看到我 第一次跟我要說話 對 他們很緊張 對 很緊張 他們還害羞 他們這樣 不行 然後 我給他我的電話 他們 他們這樣子 他們每天要打我電話 打個那個 系統電話 太多通了 太多通電話 太黏 對 所以很一點點黏我 太黏了 不喜歡太黏 我不喜歡太黏 你不喜歡太黏 但是外型上面 像顏絕這一種的 這種 對你們來講是帥的嗎 不… 勝利 不是,你直接就要去找他 對 謝謝 然後過去就 這麼快啊 直接鋪上書 我們意料之外 顏絕這個男生的樣子 你覺得 好看嗎 你的類型 對 你的類型 好看 對 對 會喜歡這樣子的外型嗎 我覺得 你多高 175 你多高 175 175公分 175 OK 我喜歡那個 高一點的 高一點 因為我是 你 我180 真的180 你有穿鞋子不算 穿鞋子 穿鞋子180 180 沒穿鞋子是172 那很帥啊 對 什麼 什麼 什麼東西 慢慢講什麼 172也很高啦好不好 OK OK啦 OK,我加鞋墊183 OK,不錯 好,今天就是 跟我們的男生好好聊一下 好,教他們一下 好,謝謝 歡迎Maria 謝謝